大家好,我是多诺方脸 最近啊,伴随着房价的暴跌 那么中国呢,暴跌的肯定不只是房价 暴跌的呢,还有政府的收入 中国的政府啊,尤其是地方政府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呢,是长期依靠土地财政过活的 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的政府收入 30%以上是来自于土地出让金的 而其中更有一些省份的财政收入中呢 50%以上都是来自于土地出让金的 而当中国房价暴跌之后,中国的土地财政 那基本上也就完蛋了 根据今年7月份的财政数据显示 全国的土地出让金呢,同比下降了40% 而如果从全年来看的话 今年一到7月的土地出让金是同比下降了22.3% 直接退回到了8年前,也就是2016年的水平 当然说到这呢,大家可能就要有一个疑惑了 土地财政既然作为中共收入的一个大头 现在下跌了那么多 那为什么中国的政府破产浪潮还没有到来呢 这一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其实在中国财政收入中呢 虽然土地财政占了大头 虽然这些年土地财政也暴跌了 但是呢,中国整体的财政收入 它其实并没有下降的太厉害 中国目前上半年整体的财政收入 在这样的土地财政危机之下 虽然依然不及预期 但是也仅仅下降了1.9% 如果从政府预算的完成进度来看的话 前七个月的广义财政收入预算完成进度呢 也达到53.9% 这53.9%虽然不太乐观 不足以完成全年的收入目标 毕竟七个月完成53.9% 算下来呢,全年也只能完成92.4% 但是呢,这种下降幅度 它终究是有限的 依然没有达到一个崩盘的水平 那为什么财政收入没有崩盘呢 那为什么土地财政下降了那么多 财政收入整体下降的幅度却有限 钱呢,有缺口 那就一定是有地方要补上来的 这补上缺口的资金 是因为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特别好 所以税收特别多嘛 那很显然呢,并不是 这么说呢,既不符合大家的实际体验 也不符合中共自己公布的数据 在中国公布的财政数据中 中国主要的三个税中 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在今年的一到七月都是下降 一到七月呢 三者同比下降的比例 分别是5.2%、5.5%和5.4% 那么既然是这样 中国的财政收入缺口 又是靠什么补充的呢 那我们就还要回到 中国的财政数据之中 在一系列的财政数据中 有一个数据和其他数据都不太一样 在别的数据都是大幅下降的时候 只有它是大幅上涨的 落到了真正的遥遥领先 而这个遥遥领先的数据 就是非税收入 在中国今年的上半年 也就是一到六月 非税收入同比增速达到了12% 累计比去年多出了2291亿元 而到了今年七月份 这些数据呢 依然保持着稳定上涨的趋势 七月单月的非税收入 达到了2590亿元 一至七月的累计金额呢 也达到了24423亿元 对比去年同期呢 一共多了2620亿元 从这样的财政数据中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非税收入的持续上涨 似乎就成了中共目前还能坚持的原因了 那到底什么是非税收入呢 当然大家对于这个非税收入 第一印象可能就是罚款 确实呢 罚款是非税收入的核心之一 但是呢 并非是全部 非税收入的持续上涨 主要是来自于两部分的增长 一个是罚款的增长 另一个就是变卖国有资产的金额 在逐渐增长 而且其中增长的大头 其实都是来自于变卖国有资产 当然这里面我们还是要说说 这个罚款收入的 这是中国近些年 罚莫收入的一个整体走势图 不过呢 它这个数据只统计到2022年 因为呢 去年财新网的一份报道呢 把罚莫收入带入了大家视线之中 这就导致呢 2023年中国有一半的省份 没有公布自己的罚莫收入金额 这就导致呢 总体的数据只能统计到2022年 但是即使这样呢 我们也能看到 即使从2017年开始 中国的罚莫收入增速 就已经开始进入了快车道 尤其是其中的2021年和2022年 这两年增长的速度更加迅猛 2021年的罚莫收入增幅 达到了19.21% 而2022年的罚莫收入增幅 达到了15.4% 这种罚莫收入的高增速 那自然是来自于各种罚款的激增 以及现在各种远洋补劳式办案 罚款呢 其实大家是比较好理解的 通过对于企业的一些检查 变相收集企业的保护费 那是罚款 对于民众 骑个电动车都要罚钱 那也是罚款 这种直接性罚款呢 都是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也比较好理解 而远洋补劳式办案呢 则是中国现在特有的一种异地执法 政府进行额外创收的手段 其实现在很多地方政府啊 并不愿意罚自己地区的企业 这里面呢有很多原因 比如这些地方企业呢 确实也为当地政府提供了税收 老是罚他们呢 有点杀鸡取乱 此外一个企业呢 能在一个地方做大 那多多少少呢 肯定也是有点政府关系的 这个我们中国人都懂 所以呢 罚他们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 这时候呢 罚一些外地的企业 就开始变成了一种不错的选择 变成了一种不错的创收手段 而这种行为呢 也就被大家称为远洋补劳式办案 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之前的办办APP 办办呢 是一家位于武汉的陪玩语音平台 因为涉赌呢 被佛山市顺德去公安 跨省抓捕了 抓捕之后呢 办办账上的三亿元 也就被以赃款的名义 直接划到了公安的账户之下 这就是典型的远洋补劳式办案 当然了 即使这些远洋补劳式办案非常普遍 乱七八糟的罚款也非常多 罚墨收入呢 也在迅猛的增长 但是呢 罚墨收入占非税收入的比例依然不高 你像2022年的非税收入 整体金额呢 在三万七千零二十九亿元 而上面2022年的罚墨收入呢 也只有四千多亿元 仅占总体收入的百分之十 虽然罚墨收入的暴增呢 是非税收入暴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仅靠罚墨收入的增长 肯定那也是不够的 那么非税收入暴增的来源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出卖国有资产 最近有一个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那就是杂锅卖铁 这个词呢 最近在网上很流行 这个词的起因呢 其实是因为重庆市碧山区人民政府 成立了一个叫做杂锅卖铁工作专班的新闻 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呢 就让大家关注到了 同时呢 因为杂锅卖铁这个词过于土味了 而且具有一定文革时期的色彩 也让这个词呢 迅速的传播了出去 当然这里插一句 杂锅卖铁 这也不是中共第一次搞土味标语了 之前的什么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也是如此 在习近平上来之后啊 这种土味标语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 也开始迅速普及了 这使得中共整体都出现了一个草台班子的感觉 我认为之所以会这样呢 大概就是因为这些话实际上就是习近平自己说的 他可能在某次的内部讲话上不小心用了这个词 但是大家为了拍他马屁 就让这些词呢 成为了全国上下的运动标语 可以说呢习近平是以一人之力拉低了中国整体的文化水平 当然了 现在我们再回到杂锅卖铁这件事情本身 这个杂锅卖铁呢 虽然新闻是最近才有的 但是这件事情呢 并不是今年才有的 虽然这个重庆市碧山区是在今天下半年才发布要成立杂锅卖铁专办的 但是重庆市早在2023年中 就已经在全市号召开展杂锅卖铁运动了 这也使得重庆市今年上半年的非税收入大幅上涨 增幅达到了31% 这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当然即使如此呢 重庆市其实都是搞得慢的 很多财政比较差的省份早早就已经开始了杂锅卖铁运动了 有的在2023年上半年 甚至有的呢 在2022年都开始了 那么什么是杂锅卖铁呢 砸的是什么锅 卖的是什么铁呢 我们这边再来聊聊这个问题 杂锅卖铁其实通俗点来说 那就是变卖国有资产 你在网上现在可以看到大量的地方政府在拍卖自己的资产 除了一些内部不公开的拍卖 现在还有一些政府呢 和阿里法派之类的私企联合了起来 拍卖国有资产 而这些被拍卖的资产呢 大致就分为四类 分别是政府单位的实物资产 国资企业的股权 以及一些地方资源的使用权 比如说水资源 矿产资源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些行政权 这边地方政府的水资源 矿产资源的开采权 以及国有资产的股份呢 都是比较好理解的 而政府单位的实物资产又是什么呢 一些行政权又是什么呢 我这边再举例子来说明一下 首先是政府单位的实物资产 这种资产呢 主要是一些政府拥有的一些房产 比如我们这里可以看 早早开始砸锅卖铁的重庆沙平坝区政府 根据他自己的公告呢 在2023年沙平坝区就完成了处理资产102宗 变现了9.4亿元 同时呢完成了股权质押6个 总金额呢也达到了7.9亿元 那么这个变卖的102宗资产到底都是什么呢 那因为中国政府的政务不公开 我并没有查到这杂锅卖铁变卖的102宗资产全部是什么 但是我在其中呢 找到了一些沙平坝区推出来的杂锅卖铁正面典型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沙平坝区小证监137号 原属于沙平坝国土房管局的办公大楼 这座大楼呢 自2003年国土房管局搬走之后呢 就已经空下来了 根据沙平坝区政府自己描述呢 这座大楼呢 位于黄金区域 锦邻三峡广场和轨道交通一号线小龙海站 附近呢 还有沙平坝区实验小学 巴中去人民运 这样一块风水宝地呢 在这次杂锅卖铁之中 就顺利的租了出去 最终呢 该大楼以15年2000万元的租金 租给了建融家园 用作建设人才公寓 当然这2000万租金到底是多是少 数不属于廉价变卖国有资产 这个呢 就得重庆的朋友来说一说了 当然了 这个杂锅卖铁的正面典型呢 里面其实还是有一定猫腻的 因为我发现啊 成都的这个单位 CCB建融家园 它实际上是隶属于建设银行的 那不就等于左手倒右手吗 等于变相抵押了国有资产 从银行里面借钱吗 当然这个就不细说了 除此之外呢 这些地方政府 另一个变卖国有资产的路径呢 主要是变卖一些公共权利 这其中比较典型的 就是出让停车位的收费权 这个在我上面说的沙坪坝区呢 那也是有的 它也出卖了很大一块国有土地 用作企业建设停车厂 当然了 沙坪坝区这个搞的就不是很厉害了 搞的比较厉害的是 前段时间因为停车收费问题而闹得沸沸扬扬的 南宁惠博停车事件 在2023年年中啊 就有人发现 自己在南宁欠下了五六万元的停车费 当大家开始声套 这家收停车费的公司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瓜 那就是这家公司一次性 从南宁政府手上 购买了25年的道路停车权 这里面南宁政府实际上砸锅卖铁 卖的就是行政权 而且一次是卖25年 当然了南宁市政府那是属于倒霉 因为倒卖停车权这个行为呢 在当下中国这种砸锅卖铁的背景之下 那是非常普遍 在2022年 全国出让停车位经营权的城市 那还只有20个左右 但是到了2023年 这一数量已经接近100个了 很多城市的停车位收费权 其实都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偷偷卖掉了 在土地财政破产之后啊 在我们看不见的一些地方 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资产大变卖运动 其实正在悄悄的进行 而你要我如何评价 现在习近平的这个砸锅卖铁运动呢 首先从当下的结果来看 它确实挽救了中国政府立刻破产的命运 毕竟没有砸锅卖铁 现在很多政府的公职人员工资呢 应该都要发不出来了 虽然呢 现在确实有些地方 公职人员工资已经很有问题了 但是呢 至少离全面发不出来 那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而这很显然呢 就是砸锅卖铁的功劳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能看到 这个砸锅卖铁 是非常不具有持续性 砸锅卖铁 本意肯定不只是为了缓解燃煤之急 而是长久的解决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以及收支不平衡的问题 但是这个砸锅卖铁呢 很显然并没有做到 砸锅卖铁这个词呢 最早出现在中央文件上 是来自一份叫做 重点省份分类加强 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的中央文件 在这个文件中 除了提及要砸锅卖铁 来解决地方的债务风险 也提到了另一个 更加长远的规划 那就是要借着这个砸锅卖铁运动 做到隐性债务清理 同时呢 当下的债务不能有 继续扩大的趋势 但是我们从书记上来看 砸锅卖铁 并没有改变税务 继续扩大的趋势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呢 还是在持续增长 当然了之所以会这样 那主要也是因为 砸锅卖点和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在这两条方针之下 地方政府呢 其实只做了前者 从财政数据上来看 中国的财政收入 虽然是一直下降了 在财政支出 却一直还是在同比增长 不过出现这种情况 你也不能怪地方政府 你现在一边要求地方政府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一边又要求地方政府 大力发展我习主席 看中的那些行业 那地方政府怎么能做到呢 地方政府怎么能降低支出呢 就比如我上面说的重庆 一边砸锅卖铁 一边在那里发放购车补贴 而且重庆政府之前 为了引进新能源汽车制造商 还给这些企业补贴了不少钱 这就使得这些地方政府 即使想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他也过不了呀 所以在这种背景下 这个砸锅卖铁 到底还能持续多久呢 你到底还有多少国有资产 还能变卖呢 停车权卖完 是不是该卖国企了 该卖医院了 而这恰恰也是我担心的问题 其实我这里担心的 并不是医院私有化学药私有化 有什么不好 毕竟中国国企现在效率那么低 这些东西私有化了呢 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我这里主要担心的是 这个私有化的过程 真的是私有化吗 这些国有资产 被砸锅卖铁卖掉之后 真的变成了私企吗 还是变成了权贵的企业呢 在当下中国这场 砸锅卖铁运动之中 整个信息是极度不透明的 我现在就不说 这个砸锅卖铁的过程 是否到底合法合规 有没有内幕交易了 我们普通人现在甚至都不知道 到底哪些锅被卖了 又卖给谁了 甚至如果你没有看我这期节目 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 国有资产正在被大规模的变卖 你像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内蒙古卓资县 他的砸锅卖点行为 搞得非常不错 给你他自己的信息显示呢 他一年化掉的债务 就有13.37亿元 而这个卓资县 上半年六个月 加起来的税收收入 才1.26亿元 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卓资县 真的挺牛逼啊 我很想知道 他到底砸锅卖铁 把这些资产卖给了谁 但是我在网上查了半天 也没有查到 在中国这种独裁体系之下 在中国这种 极度不透明的情况之下 最后这场国有资产的大甩卖 是否会变成权贵 瓜分中国国有资产的盛宴呢 是否会变成 中共倒台之前 权贵再次分享中国的盛宴呢 这恰恰是我最担心的 以前我在讲 俄罗斯为什么不是毁于 休克疗法的时候 我就曾经对比过俄罗斯和波兰 对比过他们之间的区别 为什么俄罗斯 即使拥有石油等众多资源 在苏联结底之后 依然发展的不如波兰呢 这里面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 对于国有资产的处理不同 两个国家 同样是进行休克疗法 同样是在共产主义结束之后 对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 但是因为波兰 已经有了初步的民主制度 这就保证 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 比较公开透明 结果呢 也相对公平 这为波兰后续的经济发展 埋下了基础 而俄罗斯的私有化 因为没有民主制度 那就变成了权贵 分享财富的盛宴 这就催生出了一个个寡头 也摧毁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潜力 但是在当下的中国 似乎走的路 比俄罗斯还要糟糕 在共产党还没有倒台的时候 一场大规模权贵 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 似乎就已经在 悄无声息的到来了 这才是我对这场 杂光麦铁运动之中 最担心的东西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诺方脸 希望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